交通部安全樂的活動 今年的主題是 人本交通停讓文化 第一站11號是來到花蓮市的 中原國小縣長徐正衛化身 成為交通宣導大使 和學童有蔣真達來分享 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台上的小紅帽被車撞到打石膏 呼應9月交通安全樂 首站花蓮市中原國小 11月上午舉行交通安全校園宣導活動 藉由情境距離讓讓花蓮更美好 傳達今年主題 人本交通停讓文化 縣長徐正衛也化身交通宣導大使 和小朋友一問一答 分享交通安全的重要 騎長徐正衛車不可以騎到人行道 我們現在很多開始騎滑護車對不對 滑護車可以騎到人行道嗎 滑護車可以騎到人行道嗎 也不可以喔 滑護車可以到哪裡騎 公園 對公園 還有我們教育我們教育處的那個體育園區 每輪七旁邊的那邊都可以騎對不對 所謂人行道是人要行走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那有人行走行人的入圈喔 交通部自2020年啟動交通安全月的全國交通安全運動 根據盜案資訊查詢網顯示 111年華蓮交通事故有6500多件 其中入口交通事故高達1300多件 是一個交通部希望全台灣各縣市政府 來推動一個盜案宣導的一個月份 每年都是在9月 然後希望首長可以重視道路安全 那我們這一次是以教育的方式來著手 所以我們今天是在中原國小 那我們未來還會有在中正國小 著樂國小跟樂和國小 好我們都會等於是北區跟南區 都會對於孩童來進行 這個行人交通安全的一個宣導 那比如說我們希望家長的車子是順向行車 然後順向停車 那讓孩子直接就是自己也學習過馬路 那車輛時間不要停留太長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也鼓勵就是小朋友可以多利用步行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讓小朋友遠一點的地方 就開始走人行道 這是我們訓練孩子 一方面訓練孩子獨立 二方面我覺得就是訓練孩子自己在 周圍的意識提升這一塊有很大的幫助 上下學交通流量大 車數也快樂中原國小 會在每年開學發給家長一封信 關於安全通學環境 鼓勵訓練孩子獨立也提升交通意識 繼續每個用路人都能坐到車輛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將交通安全意識向下紮根 大人親身例行 小孩男友學習榜樣 台灣成人真正擺脫行人地獄 謝謝將汪葉華聯絲報導